Hello大家好,这里是iOKG 我们今天接到一台售后巨宝的iPhoneX 然后它拿过来的时候呢,是现在数据线模式 之前呢,可能是在售后修过,然后没有修好 然后拿到我们这边 我们先给它刷下机 因为它现在数据线没有资料的话是开不了机 然后我们先连上电脑,连接iTunes 这个操作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 非常简单,只要连上电脑,下好固件 然后根据它的提示一步一步往下点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开始刷机 好,刷过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子是否正常 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序列号,然后没有创号 也就是说没有基带 那么没有创号,没有基带的话呢 就是我们不能激活 即使你激活了呢,它也是不能打电话的 那么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情况 初步判定它应该是中层虚焊 中层就是没有装好 那么先来把这个中层用这个加热台给它分开 然后看一下这个主板里面的情况 加热台的话我们大概是200度左右 然后时间是2到3分钟左右 如果不明白的小伙伴们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之前有专门出过这个苹果擦分层的这个教程 好,我们把它拿下来 然后这个主板里面是应该是没有怎么动过 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分层没有装好 然后呢,导致这么一个故障 好,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主板放到测试架上面去 然后再给它刷一个机 在装测试架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中层的这些焊油跟脏东西给它清理一下 为什么要装到这个测试架重新再刷机呢 因为它之前这个主板是没有连接好 然后我们刷机它是认不到机带的 这时候我们要用这个测试架给它装好 然后让它这个上下两层的点全部都连接好以后 能识别到机带我们再重新去刷写数据 它只有这样子才可以正成 那么这个测试架呢 你在淘宝上也是可以购买到的 它主要就是起到连接这个苹果擦的上下层主板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不用合成 不用装上去 就直接可以测试或者刷机 要不然你多装几次的话 这样会对主板会有一定的风险 我们现在装测试架刷机已经刷过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机带和穿号有没有 它已经显示可以激活了 这个iTunes上面已经显示这个画面 那就证明已经有机带了 我们在机子上面再看一下 像这样的问题都很简单 基本上都是秒杀的 也经常接到售后像这样子修不好的机子来给我们修 好 已经有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号跟刚才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OK 那我们现在把两层再放到这个脚热平台上重新给它装回去 装这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四个脚一定要对齐不能装偏了 像它之前就是因为没有装好装偏了 所以导致不开机的故障 我们先把左边这个脚给它对平 左上脚这个位置 大家在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然后再把右边也给它对齐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我这个操作吧 好 然后我们对齐完以后烤大概也是两分钟左右 然后就OK了 这时候我们再装机测试一下 好 穿号是有的 证明基带是有的 然后我们玩一下激活 好 OK 这个机子已经激活了 那么刚才的故障 我们已经经过这个重新焊接分层 解决这个问题了